我之前吐槽过吉本飞车22步机 本来是要放弃的 可是我又连干了几个小时 现在已经20个小时了 上次你们看到的应该是14小时 现在我已经打到第二周了 即便如此 这几个小时我仍然有想把手柄砸了的冲动 甚至想砸显示器的冲动 但是后来想想这显示器还是挺贵的 生气不值得 这个视频我说一下 这个游戏怎么玩 特别是针对手残党同学 怎么飘移怎么改车 没钱怎么办 具体怎么玩 算是一个入门教程 我建议大家先看一下 这位UP主的关于这款游戏的三个视频 这哥们好像是线下也会改装车 他说吉本飞车22的改装和线下很像 他的视频我看了很多遍 第二说说赚钱 这个游戏赚钱十分困难 弄不好还会赔钱 即便我现在用的是最低难度 在比赛的时候也很难跑进前三 在比赛之前是可以下注的 尽量选排名靠后的 因为那个下注的排名 它是按照车辆性能的来排名的 各位不要忽略掉 AI即便他用了性能很差的车排名 比如说倒数第二 但是他仍然有可能跑到第一 我碰到过很多次 这也是坑的地方 别被迷惑了 第二因为钱少 所以说尽量的别买车 可以改装 改装只改装必要的 尽量别越级改装 突出一个性价比 这个后面讲 另外在游戏里面 比如说礼拜四或者礼拜五 他会送一辆B级车 或者送一辆A级车 可能是我的水平有限 第一周我没有得到任何车 我的车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好像得得第一才行 说说改装 改装尽量别越级 比如最开始的时候 我选的是这辆车30的 这是B级车那里边 好像最贵的吧 其实很不好开 改车只改什么呢 第一个ECU 关于ECU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升级ECU是性价比最高的 默认车不好开 升了ECU就好开的多了 然后另外再改一个进气 还有排气 进气排气一起改 也就是说你买了一辆新车之后 先给它升级ECU电脑 然后有钱了 再升级进气和排气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右侧目标级别 比如说当前它是B级 尽量B级里面给它弄满就行了 别让它弄到A 这辆车B级 我现在给它弄成A加了 是不得不的一个手段 如果你们重新玩的话 尽量要注意这点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疑惑 在机品飞车里边 汽车的级别 B级最低 然后是A 然后是A加 S和S加 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好像A级车是紧凑行车 是最低的 或者偏低的 B级车好像是中行车 要比A级车好一点 这个我不懂了 希望有懂的同学给讲讲 下面说一下飘移 飘移是机品飞车的精髓 这也是机品飞车和GT赛车 以及极限竞速地平线的最大的不同 GT7和地平线 这两种游戏它是偏真实的 老老实实开就行了 但是机品飞车它是偏激烈驾驶 我喜欢这种刺激的 机品飞车22它的飘移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改装车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先把车改装默认很不好开 第二个是多练习 一定要多练习 也就是说再好的车 没有技术也飘移不好 再好的技术给你一辆破车 或者改的很差的车 也很难飘移 很难赢 还有一个就是性能调教 性能调教在比赛中是不能调的 在家里在车户 在外边跑的时候是可以调的 我一般是把飘移调到最大 转向灵敏度和下压力 我给它调成一般 然后这个牵引力默认是关的 我感觉很不好控制 我给它打开了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 多练习多试试 然后找一个你自己 更适合的一个设置参数 具体我不懂这些怎么调 有懂的同学 欢迎到评论区给讲讲 然后说说飘移 在下面有一个如何进入飘移 我用的默认 也就是说用油门和刹车点 看这个描述说的很简单 其实也不难 就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 比如说我们在行驶过程中 用方向键左右 然后再给点刹车 这个L2 这时候就可以出飘移了 它那车是有特效的 很漂亮的那种尾气 另外一个就是用油门 这个R2 这个适合于很长的直道 比如说车开的速度比较快 这个时候你松下油门 摇杆向左或者向右转一下 同时再给油 这时候它可能会飘起来 这个具体手感自己多练练 多试试 下面说说玩法 基本上这22的白天和晚上 都是有很多限制的 从车库出去 就要把这一白天的所有任务 尽量都做完了再回 这样才不亏 晚上也是 如果你兜了一圈 什么任务都没做 也没赚钱直接回车库 那这个白天就废了 就损失了赚钱的机会 一周就这么几天 几个白天几个晚上能赚钱 如果你出去了 回来出去了回来 太浪费了 因为它就是靠着你 这几天去赚钱的 每周六它都有排位赛 排位赛需要这个车 你默认是没有的 你需要花钱买车 花钱改车 然后还要去适应多练习 都是从这个平时白天晚上 去操作的去练习的 目的就是为了本周末的比赛 下面说说第一周周末的这个比赛 我是怎么赢的 默认只给了一辆B级车 我给它改成了A级车 就是这辆30 其实这车并不是很好看 但是也没办法 因为没钱买新车 还有一个开始也不懂怎么玩 在周六需要一辆A级车 那就只能把它升级成A级车 另外我们出去做任务的时候 第一周有的是适合A级车的任务 有的适合B级车的任务 如果你只有一辆A级车 那B级的任务做不了 如果你只有一辆B级车 那A级的任务做不了 第二周需要A级B级和A加级 但是如果车不行 你在比赛中还很难得第一 很难得到钱 很难得到车 任务还不得不做 其实每天出去做任务 也挺无聊的 挺单调 有的比赛是免费的 有的比赛是需要门槛费的 有的还挺高 弄不好还得赔钱 另外这个游戏刚开始 送的那个三辆车 你随便选一个 那个都没什么用 那是体验过 真正玩的时候会重新买车 好最后说总结 极品飞车22 这款游戏的画面挺好的 风景也很不错 在PS5上有4K60帧 第一次玩的时候 是断断续续的玩了 玩了一年 完全不知道怎么玩 后来把党删了重玩 然后把第一周过了 不过 我看到别人发教程的时候 我发现 自己已经玩了好几天了 发现自己还有很多 可进步的空间 我准备在PC上 用4080显卡 再加上RGC3的电视 重新玩一点 一是呢 看看更好的画面 二是呢 想重新尝试一下 网上学来的这套东西 到底行不行 如果再不行 我就准备上风陵月影 我只需要改钱 别的不需要 其实任何游戏 都有适合它的群体 极品飞车这个系列 已经出到22代了 已经有很多粉丝了 但是我估计这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是 手残玩家 我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22这一代 有点难 即便是简单模式 也很难 手残玩家 想爽却爽不起来 只能到处吃饼 这种玩家 才会说22不好 其实玩的好的玩家 也大有人在 但是玩的好的玩家 这个比例能占多少呢 从我之前视频评论来看 数量不多 还是玩的不好的人多 那你觉得 极品飞车22估计怎么样呢